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都的旧书一条街至少有好几个地方 比如说成都的川大 川大的培根路上 两边都有摆地摊卖旧书的 还有九恩桥上也有旧书一条街 还有建设路口也有旧书一条街 然后还有送心桥 炒堂寺 然后还有五块石 这是我自己去过的 但还有我以前住的地方的年贵南路 就我自己亲自去逛过的 以街为市 或者以一些这个旧物市场为市的 那么基本上都有七八个集散地 而现在还能够保留的已经非常少了 大概也就还有送仙桥吧 成规模的 旧书店之所以自己萧条的 我想主要是因为电子书的兴起 以及这个网店的兴起 亚马逊京东当当等等 爱逃旧书的人也有 只是越来越少 而他们能够去逃旧书的地方 也越来越少 这儿呢我倒要说一说 我对电子书没有任何成见 如果从方便来讲 电子书携带和检索 其实比纸质书更方便 但是呢我本人是纸质书的始终粉 而且呢我只喜欢牵印 而且定线的 中间有线穿过书籍的 这样纸质书的始终粉 而现在的新书呢 很多都是电脑排版 交印本 多翻两次都会脱掉 而且字内很浅 有些新书读起来跟打印的书很像 实际上像亚马逊 他也十例书店 他就是你订购书 他帮你打印的买 给你邮据过去 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签字印刷了 而签字印刷还定线的书就不一样 那个字是立体的 墨色呢也很沉厚 也看着眉目分明 读上去很亲切 当然呢 其实读电子书也好 读纸质书也好 都只是审美偏好或者习惯不同 我觉得并无关紧要 但你读的是什么书 那才重要 不管读电子书还是纸质书 书的内容是最重要的 而我呢 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和宋老师一样 把读书当成一份神圣的事业 和无法替代的嗜好 就像我的好朋友黄山谷说的 三日不读书 但绝面目可正 言语无畏 而且读多了 自然对书就有辨别力了 我不少听众朋友老师喜欢 问我哪些书好啊 推荐几本书呗 或者怎样判断一本书 是不是正能量的书 或者是不是一本优秀的书 我说无他 但眼熟耳 就只要你读的多了 自然就能够辨别了 当然你要读的多 还要想的多 还要用的多 如果你读望天书 我们乐山话望天书 就说你是把每个字都看过去了 但由于你没花脑筋 没花心血 也没有去运用它 也没去思考它 那么你读的书 也像是望天书一样 就对着天空发呆一样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书你要熟练 你要锁定这些领域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 写文心掉落的牛邪 就说过一句话 叫什么呢 凡官千剑而拾气 操千曲而小生 就是说你如果你真正观赏过 把玩过一千把名剑 那么你一定就会认识剑气了 如果你弹奏过一千首曲子 那么你一定也通晓应运了 所以一定要守熟 好说回来 那么关于旧书呢 我自己还有一个独特的情感 就是我跟我父亲的 之间通过旧书的交流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旧书 喜欢八九十年代 甚至是五六十年代的 这个签印本 虽然我从小 我家里的书也不少 在我们当地首屈一直 从小我爸应该有 两三千本长书 而其中的大部分书 就放在我的卧室 我的卧室 既是我睡的地方 又是我爸的书房 书架放在我的 我的睡的地方 那我没事的时候 为了写情书啊 或者为了看着玩啊 到后面是真正的 爱上了美 爱上了知识 爱上了思想 我就在那里翻 而那时候读的书 那么都是旧书了 那时候还没有 现在这种激光招牌的新书 那时候也没有电子书 所以呢 可能少年时代 青少年时代 阅读的习惯 那么会影响我很久 而像我的儿子 他们这一代人 可能对纸质书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情感 因为他们更多 是看电子仪器的 他们长大之后 可能更多也是在 Kindle啊 或者是在iPad啊 或者在手机上面 看电子书 而不会像我这样 我有时候出差 我都会背一个大包 里面装五六本书 当然很多时候 这五六本书都没有看完 但放心 我一定会每本都看一些的 我跟我父亲 除了我小时候 我睡的屋子里面 是我父亲放的 一千多本书以外 那么另外呢 我长大之后 我跟我父亲 有一个独特的仪式 我们父子之间交的仪式 就是我经常会 去淘到一些很好的旧书 比如说上古八十年代的 古典文学基本重书 出版出印 有些书可能要上一两百 甚至好几百 我买的比昂贵的旧书 和我自己觉得从审美 和内容上 我很喜欢的书 不一定全看价值了 当然大多数呢 它价值也不飞 旧书有时候是白菜价 像有时候我读的很好的书 为了 比如说最近我为了写 这个明代沃克真相 我大概收集了这个 十几二十种旧书 所以有一本 明代欧洲四国传注释 是一本很好的书 张文华先生 有位老学者 这个注释的 魂牌繁体 八十年代出版 结果这本书 才多少钱 才六块钱 我在口网上买 大多数旧书还是白菜价 利润其实并不高 但也有少数 很稀缺的旧书 比较贵一点 那么我自己买的 比较好的旧书呢 每到放假 我就拖回去 最多的拖过一百多本 拖回去干嘛呢 让我父亲为我包书 我父亲包书 也是有传统的 从小我老爸 就在家里包书 有时用报纸 有时用画报 有时用牛皮纸 用人民画报 上面有毛泽东的胖脸 或者用一些废旧报纸 上面还有一些八卦新闻等等 而现在呢 我统一都用牛皮纸 我觉得牛皮纸包书非常漂亮 而且我老爸 不但为我包书 用牛皮纸 把旧书的 这个封皮封底包起来 而且呢 他还会在蜂面上提字 还在书籍上也提签 因为书要插到架上 所以书的书籍 也要用毛笔提字 然后蜂皮 也要用毛笔提字 实际上呢 像朋友们说 看过我食物鸡蛋的海报 食物鸡蛋四个字 就是我爸爸亲手写的 我爸爸是我们老家 那儿的书写主席 他的行书和例书 都非常漂亮 像这么多年来 大概应该有十年了 从成人工作之后 十多年来 我成交工作是十六年了 但我爸爸帮我包书 大概只有十年 因为我工作的前几年 天天都是吃饭喝酒 打麻将 追求女孩子 后面才成为一个读书人的 我爸爸帮我包书 还在封匹书籍上提签 现在已经至少有一两千册了 我觉得大概有两千册书的样子 摆在书架上非常好看 朋友们有心的话 你们看我的视频版的食物鸡蛋 背后的书架上面 有蛮多黄色的书 其实那个黄色就是 来自于 因为牛皮子是黄的 是我父亲帮我包的书 大多数用的是行草来写的 有时候也会用八分体 什么是八分体呢 就是八分立书 两分传书 行草呢 非常飘逸进秀 而八分体呢 非常古朴厚重 我非常喜欢 为我的旧书 增添了很多这个光彩 那么其实呢 有很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 都喜欢包书 比如说有一位著名的作家 叫孙黎 写白样店济世的孙黎 文笔特别好 当然呢 由于1949年之后 种种原因 他的创作 还是很多平静 那么孙黎有一本 非常棒的书 叫书一文录 而其实就是 他自己包了书之后 然后就在这个书的包皮上面 信手写的几句话 有时候是写一件事情 有时候是议论 有时候是抒情 后面呢 就有新人把它整理出来 两个小册子 叫书一文录 孙黎的 这个书非常棒 很好看 也是传统的笔记文体 但写得非常空凝 有时候还比较有深情 像这个孙黎的这个书一文录中 就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他说 是一本叫 风式文件记的书 在这本书的书一上面呢 孙黎就写到 他说这本书呢 我是在北大的旁边的 一个冷像中得到的 卖书的人 是一个中年人 其貌不扬 他把书放在地上 然后自己就靠着墙坐 看上去非常潦倒 有点像一个乞丐 然后呢 过了多年 我也重新这个整理救济 我就看到这本书 我想念当年的那位 冷像中的书友 不知道他的下场如何 就是卖书的人 有时候会跟买书的人 成为朋友 互称书友 我在孔父子旧书网上 买书的 大家都互称书友 书友您好 不称店主 也不称客人 称书友 而书友的下场呢 有时候 我也会在我得到的救赎中 去想象 有时候看到会有人 有张他买书之后 留下的一些印记 比如他盖的印章 他写的一行小字 或者是他 甚至一个偶然的一个发票 或者有时候会夹一封情书等等 我的救赎很多 经常会看到一些 救赎中各种各样 比较有意思的 原作者留下的一些印记 有时候呢 我也会想象 这原书的这个主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买这本书 他是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命运 现在又下落如何 但这个一般来讲 都是不可能知道详情的 可是呢 书友的命运 在我和父亲的一次长谈中 居然得出来了 有一天早上 我正在读这个日本人农川字眼 写的史记绘筑考证 我喜欢早上读书 读书一尘一晚是最好的 因为那时候精神最集中 然后读书的效果最好 一日之记在于尘 也在于晚 我正在读这个史记绘筑考证 然后接到老爸的电话 我就说我打算用半年的时间 重读史记的记转部分 我非常酷爱史记 大学的时候 我就把史记的记转部分 通读过两遍 所以后面有一年 我给南都写一篇文章 叫西汉库里打豪墙 当时这个折编的导师 一个博士导师 很著名的学者 葛建雄先生 还问我这个编辑 说你这个作者 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他是研究汉代史的吗 后面我就跟这个编辑说 说我没有研究过 但是我有诱功 我对史记非常熟悉 所以人一定要诱功 如果听我的电台的 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你们有还在50岁以下的 你们都还来得及 建立你们的诱功 就从小打好诱功 50岁以下都来得及 60岁以下都来得及 其实在你死之前 都来得及的 招文到西时可以 对吧 求知任何时候都不玩 读书任何时候都不玩 好我们说回来 当时我跟我老爸讲完 重读史记的记转部分 我老爸忽然问 他说你还记得 你读大学的时候 带到成都的那本 史记选吗 我说记得呀 是老一辈学者 王博祥先生选著的 书很好 好像是50年代出版的 可惜呢 这个版权益没有了 老爸就笑了 版权益没了 是我撕了的 我说你为什么要撕呢 老爸就说 那我来告诉你 这本书的来龙去卖吧 于是呢 我老爸结果讲了一件 惊心动魄的 关于书有的旧事 那是在1960年代 我老爸就读 儿门二中 他和他的好朋友 罗子恒都喜欢读书 是儿门二中的 图书室的常识 常客 有一天呢 他的朋友 罗子恒就跑过来 告诉他 哎呀 宋万林 走走走 图书室背后有一个小屋 门没有关 里面好像有大量的书籍 我们去看一看呢 于是呢 我老爸和他朋友 就跑去看 推门一看 里面没有人 对了不少什么人民画报啊 马内著作啊 毛泽东云露啊 等等 他们两个就比较失望 这样走 忽然看见 墙角的破步 罩着一堆书 里面若云若现 仿佛有好书 他们两个掀开一看 哇 就像是 阿里巴巴 进驻了 四十大道的宝藏 全部都是很好的文史古籍 这个我老爸他们就很高兴 今天去拿一本 明天去拿一本 一次不敢拿多了 害怕别人发现 几个月下来 也从那拿了几十本书 但偷书不好 偷书不好 我也不应该 自爆我爸的 偷书的糗事 不过那个年代 诗文扫地 那些书放在那儿 也很可能 后面就被破识旧了 化成紫浆了 能够让我爸和他朋友 罗子恒叔叔 他们去拿回来 读书者得知 处功处德 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而现在朋友们 就不要去偷书了 好 我们说回来 那么呢 他这拿了几十本书中间 我老爸拿的 其中就有 王博祥先生选著的 这个实际选 是五七年 一版一印 而版权页呢 还有原来的 藏者的签名和印章 我老爸怕能发现 就把那个版权页撕掉了 所以我现在的 手里的这本 实际曲就没有版权页 而这本书呢 我读的也发现 里面有大量的梅批 这个书法很刚进有力 而且见识也不凡 奇怪的是 只在书的前三分之一 有梅批 而之后的书呢 就就崭新的 没有任何阅读的痕迹了 我当时看也有点纳闷 我觉得这个人 有见识 书法也好 然后呢 读书也很细 为什么只读三分之一 后面就不看了呢 那么经过我爸爸 给我讲这个故事 我才明白 我把一切都搭上线了 我爸爸告诉我 这个原来这个书的主人 是儿门儿中的 一个历史老师 他有一天上课的时候 忽然就被 这个有关部门的人换走 他当时连备课本 和茶杯都来不及拿 就被人带走了 从此以后再没回来 然后坊间隐约传言 这位老师是国民党的军统成员 被肃反了 至于是枪决 判刑 或者他自杀 人们都不知道 后来呢 学校就把他的宿舍回收了 而他的这个上百本长书呢 就堆在了图书室后的杂务室 无人理会 直到我爸爸和他朋友发现 我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受救赎 已经受了二十年了 我爸给我讲这个故事呢 我还是比较震动 我在想被时代洪流吞没的读书人 像这位书的主人 不知道还有多少 但是呢 绝大多数人 却像这位在讲台上 被人带走的历史教师 连备课本和茶杯都没有拿 就被带走的这位历史教师 那么他们的事迹和命运 也永远消失了 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 我问我爸爸 那位历史老师叫什么 他说也记不清 又问是何年被带走的 就哪一年被带走的 以军统成员 书反带走的 我老爸也说记不清楚 那么我就考据屁来了 我就做了一番考证 我考证出来 这位书的主人 应该是1957年下半年 到1958年上半年间 被带走的 我是怎么推定的呢 我父亲所拿走的那本史记选 一版一印是在1957年4月 那么书主被带走的时间 绝不会早于1957年4月 而这个书反运动呢 就是1949年后的书反运动 因为在这个1949年前还有书反运动 那么1949年以后的书反运动呢 是在1955年7月开始的 结束是在1960年9月 全称书反运动全称是 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而在1957年呢 有一个高峰 就中央时任小组开展的 第三批书反运动 而对象呢 主要是区限附属单位 中小学和小型厂观企业 而且随着57年的反应扩大化 书反应开始扩大化 在57年8月26号到9月3号 公安部还召开了全国的一个座谈会 公安厅局长 厅长和局长的座谈会 会议要提出 遵照毛主席1957年夏季的刑事 这篇文章的指示 对于进行各种 性行迫害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和其他犯罪分子 必须采取措施 会议之后 全国公安机关立即开始行动 大抓大捕 据统计1957年第四季度的逮捕人数 超过了1956年全年的逮捕人数 所以呢 综合来看 这位书主是中学历史老师 他符合第三批 数法运动的规划清查的 这个对象的身份 然后史基选的每一批 只有三分之一就没了 正是因为他够书 阅读书记笔记不久后 就被带走 没人来得及读完 而中上呢 大概可以推出 他可能是在1957年下半年 到1958年上半年间 被带走的 可是呢 除了被带走的大致年份 还有我现在手中这本 史基选的每一批 这位历史老师 对我和我的父亲而言 就再也没有更多 活过的证据了 英国历史学家 伍德沃德 在英国简史的 三版学院中 曾经说过 他说 历史学家 在追溯少数流芳百事的人物的同时 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 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 艰难困顿 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 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景欲的 无名小族 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今天我讲这个旧书中的亡灵 作为史记选的原书主人的故事 也是纪念了千千万万 在大时代中被吞噬的无辜生命 无辜生命 好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下周再会 食物鸡蛋不听不散 拜拜咯 感谢观看